接下来咱们就来该桥节这个第三步 也就是我们这个感值 然后这个感值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在有些数据当中 它的一个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的 在咱们这里也是这样子 一般情况下就是对于这个感值 我们是偏小一些 这个感值是比较合适一些 然后这里就选了几个 然后0.1到0.5之间 然后这个保持其他参数不变 其他参数就是用我们刚才那个值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看 你看其他参数是不是我们刚才这个值 就是刚才在上一轮当中 你选择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值 它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咱们就保证这个值不变 再去调节一些其他参数 然后来看一下结果 在这个结果当中 基本上都是1187是吧 所以说有些参数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但这个也不是一个愿意 永远是绝对这样的 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它对结果影响不太大 有时候啊 它的结果影响也会有一些 大家就不要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在这个数据当中 你看这个参数没效果 以后就不管它了 这样还是不太科学的 最好我们还是多通过一些实验 来看一下这样的结果 那在这个当前一轮当中 没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是吧 只是对于这个杆子来说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一个采样的策略 对于我的一个样本来说 就是行还有我的列 我都可以分别去做这样一个采样的规则 在采样的时候啊 我们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来看吧 采样的时候啊选了什么 从这个0.1开始啊 一直往上以0.1到这个0.8之间 每一个属性啊都是这样 0.1到0.8之间 不是0.1到0.8 是这个0.6到0.8之间啊 0.1显得太小了 0.6到0.8 0.6 0.7 0.8 0.6 0.7 0.8 然后这样子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保证啊 其他的一个参数也是不变的 接下来呢 咱们又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啊 就是这个调删策略啊 基本上来说 嗯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次我们调这么一组 这组呢 就是控制着这么一个事 这回啊 它是你看又等了28分钟啊 等完28分钟之后啊 打下结果吧 从今后来看 好像嗯有一点点差异啊 其实不大 但是其实啊 调删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调删过程当中啊 基本上你说一个参数 能起到决定性的因素 那可能就是对于一些比较 像是一些学习率啊 数的个数啊 这些参数你说 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大差异 但是对于很多参数来说啊 大部分都是一个微调 微调啊 会使结果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 但是咱们调删 其实目的就是这样啊 就是想达到一个最终最好的嘛 所以说即便啊 能签订那么一点 我们也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 那最后啊 得到什么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吧 把这个结果画出来吧 咱看图比较明显一些 在图上中啊 我们来看哪个值 对应的一个损失啊 或者说哪个值 对应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它是更好一些的 应该是啊 我们这个0.8 0.8吧 0.8 0.8 对应着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啊 对于咱们采样的策略 我们该选什么啊 对于样本选80% 随机啊 对于列来说 也是随机的去选择 这么80%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节 我的一个 样本的一个参数 样本参数调完之后啊 得到一个值 得到值之后呢 接下来再看吧 还调什么 还调学习率的个数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什么样 咱们刚才说这个学习率 它是干什么 我是说加进了一棵树啊 这棵树占到的一个比重 它有多大 那一般你说这个参数 该怎么调啊 一般情况下 我就这样 就是一个较小学习率 取而代之的是较大数的个数 大家留个理解 就是相当于这个意思啊 我现在虽然说每个树啊 占的权重份额比较小 但是呢 我让树啊更多一些 这样它的一个就是什么 它的最终结果 应该也是会更好一些吧 咱们现在这么想 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这么去做的 我们很少就是说 让一个树取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率 越大学习率啊 认为意味着这个树啊 占的效果会越大 这样呢会产生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减小学习率 还增大数的个数 这样是有好的 你也可以增大学习率 减小数的个数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减小学习率啊 增大数的个数 我这么去做的 来看吧 对于我一个值来说 选几个呢 选了由大到小 选了一堆啊 选了一堆之后啊 咱们来看一下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选了一堆 看一看到底啊 什么样的值比较合适的 嗯 这个差异啊就蛮大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对于我的一个 学习率的参数来说啊 咱们就来看这个 咱们多当上正的 有的是最大干了多少 最大干了两千多 是吧 两千多啊 效果来说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 咱们来看 现在啊 为什么你说这个 较大的一个学习率 效果不好啊 不是较小学习率 效果不好啊 因为较小的 因为咱们这里加 数还比较小啊 只加了这么五十个数啊 所以说五十个数 你给的较小权重 相当于有些 跟没加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结果不会太好 下降的没有太快 所以说就是你树 个个数比较小的情况下 学习率啊 你可以稍大一些 但是如果说 你时间范围容忍之内啊 你可以把你的树的个数 调的多一些 学习率再小一些 一般我们认为 这样的供你和风险 相对来说啊 会比较低一些的 这个呢 就是我当前结果 一看哎呀 0.2的时候最高吧 不是0.5吧 你看学习率大了 它反而会低一些 就是这个损失大一些 然后小了 损失也会大一些 也就是啊 当我们进行一个 最终的一个预测的时候啊 嗯 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值啊 就是这个 希望这个学习率啊 它不能大 也不能小 是吧 这一点就比较头疼了 不像有东西 大了好 小了好 所有参数啊 都是这样的 没有说一个参数啊 就一定大 一定小 它一定大一定小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 调这个东西了嘛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也得实际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值啊 它是比较合适的 可能有一些经验值啊 但是我一般都是这么觉得啊 就是经验值啊 不一定完全实用 咱们最好啊 就是在时间允许的范围之内啊 我们是来试一试 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啊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先一看 0.2的时候最好 现在是1160啊 咱们暂且把这个结果拿出来 然后呢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图 这就是在50棵树的条件下 然后学习率啊 它等于多少 一看是等于0.2 这个点应该是最低的吧 所以说啊 当前咱们是不是 拿到了一个历史新低值啊 现在是1160啊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损失 那意味着啊 咱们现在学习率 我们大家看一下 哎呀 0.2的时候 它是比较合适的 那然后我现在在想 哎如果说把这个任务啊 稍微改一下 我再把数的个数啊 调到100个的时候 这个事会不会变呢 咱们来刚才咋说的 是不是说数的数 数的个数增加了 学习率可能小一些 反而好啊 咱们来看结果 在这里啊 就是学习率 这些指标 它是没有变的 变的什么 其他参数啊 都是刚才咱们固定好了 你看这个 这个8 这个6之前啊 都是固定好 这咱就不用调了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得到将前一个结果是什么 哎 现在对于学习率来说 当我把数的个数 调到100个的时候 什么样啊 学习率来说 哎 0.1是合适的 刚才咱不是说 0.2是合适的吗 现在你看 0.1是最小的 0.2反而比0.1大了吧 之前再来看0.1 之前0.1的时候是多少 之前这个0.1啊 比这个0.2有大吧 现在0.1比0.2小了 也就是说 增大了数的个数之后啊 学习率哎 反而小了那么一点 它现在是比较合适的 你看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 现在就是当中啊 什么样啊 原来是多少 原来是0.2吧 现在呢 是0.1吧 这就是啊 咱们现在啊 用一个第一个学习率 数个数啊 再多一些的时候 它的一个效果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来说 那我现在问题又来了 哎 你说那如果说 我再增加数的个数 学习率会不会再小一些 它会合适呢 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块你看 我把数个个数啊 调成了200 然后学习率 还是这个学习率啊 看一下是不是更小的 更合适啊 这回来看一下吧 接近于0.1的时候是什么 刚才咱们说0.1最好嘛 接近0.1的时候是1148 那0.07的时候呢 1145吧 那也就是说啊 现在再小一点学习率 反而是更合适了 这也就是跟大家说的 为什么咱们的一个通用套路啊 都是增加数的个数 反而然后去减少这个学习率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这么去做的 这些很多个参数啊 不光是在这个 差值于不死当中啊 去试用的 其他的结果来说啊 其他的一些算法 像神经网络来说啊 也都是试用的 我们都可以用它啊 来去做这些事情的 看结果吧 200个数的时候 200个数一看 什么合适啊 0.07是最合适的吧 那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现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挑餐 挑餐之后啊 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了吧 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当我们现在是 200个数的时候 学习率是0.07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咱们得到结果是什么 这个时候啊 咱们得到了当前的一个最低值吧 最低值 这个我看多少 1145吧 得到这样一个值 然后呢 咱们就来总结一下吧 总结一下 得到结果就是 100个数 0.1的时候 1152 200个数 0.07的时候 1145 这样咱们就得到了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 那也就是说啊 咱们从一开始 开始去挑餐啊 到这里啊 咱们挑餐就已经基本结束了 能调的餐数啊 基本上已经都调了 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1145是当前啊 最低的 然后你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调呢 可能啊 还有一些参数值 调的并不是那么特别恰当 你也可以把区间啊 取得更的细致一些 我们看一下 结果可不可能再比这个1145还要低一些 那这里啊 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 主要是想要这样一个事 就是在我们调材过程当中啊 整理调肯定是 时间来说啊 应该是不够的啊 就是正常角来说 如果说你说你就1万个样本 然后列比较少 你说你调100个模型 无所谓是吧 但是啊 一旦这个数据量比较多的时候啊 咱们最好啊 还是用这种策略啊 比如说第一步啊 第二步啊 一步一步去调 这种策略啊 它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参考我这种方法 接下来咱们还有一些案例嘛 那案例当中啊 我们之后的重点就是 不再去强调这个XGboost啊 它的一个调参策略了 而是强调我们另外一点 强调我们的特征工程了 特征工程啊 要比这个调参啊 更重要一些 为什么啊 其实你看咱们这个调参啊 咱最后1145 一开始多少啊 一开始我看一下 一开始结果1171吧 那你说1171和1145 我调了半天 差了多少 没差多少吧 那咱们来说 一般情况下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啊 就是真正的 想使得你这个模型啊 效果更好 我们一定要 要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上下文章 我也在强调就是 数据啊 决定的数据和特征 决定的是你模型的一个上限 算法和参数啊 只是决定啊 咱们怎么样 逼近于这样一个上限 通常来说啊 就是你去改一个特征 加上一个好特征 会使你的模型啊 提高一个大的档次 你去再怎么改这些参数啊 只能稍微的提高 那么一个小的档次 这就这样的 然后之前啊 我也看过一些 其他的 就是其他社区 有看 有些国外社区啊 没事我也看着玩 然后他们看 他们讨论一个事啊 就是他们之前啊 就是要发那个年终奖嘛 然后发年终奖的时候 然后一个哥们就非常抱怨 他是负责干什么的 他就是负责 专门做算法模型的 然后他旁边那个哥们 就是专门负责去做那个特征的选择的 然后他俩来说啊 就是哎 做特征选择那个哥们 他做出来一个特征 如果说比较好 我的天 那得到结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他得到结果比较差 那这块调擦恩这个人 他无论怎么调 他也调不到多高 所以就是一代给大家强调 还有这一点 特征啊 应该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才是我们的算法 那你说算法就不重要了吗 当然不是了 只给大家来强调一下 算特征是比较重要的 算法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两个要结合好 才能得到最终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XG Boost 他的一个调参策略 到时候大家还可以自己来玩一下 看一看 我们最后还可以改变哪些值 能使得他比1145还要再低一些呢 这个就留以之后 大家来自己去玩吧 那大家玩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一下咱们策略 就是这么种个参数嘛 看参数怎么组合 是更合适的 来自己做一个练习 那这个XG Boost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